为了协助台湾的服务业拓展市场培育人才 商业发展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了商业育成中心 希望能让台湾零售业的商业模式更有系统 随着每年来台观光客突破800万人次 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越来越受重视 商业发展研究院也特别成立了商业育成中心 希望能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 整个产业结构以及未来因应两岸的服务 协助国内产业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 那我想这个商业育成中心的一个成立 有它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存在价值 商业发院董事长徐从仁也乐观看好 今年国内的零售业景气 他认为台湾的消费潜力仍在 商店以及餐饮业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商业发院今年也预计将会辅导 十家以上的中小企业 协助业者打入国际市场 我们是希望今年的话 大概是十到十二家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是觉得最好的竞争方式 就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让我们这些中小型的商业服务业的业者 经营体制改善 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甚至能够去国际化 到海外市场发展 除了成立育成中心协助企业 商发院同时也开始推广 包含零售业 区域主管认证 参与业门市主管认证 以及指导能力认证等制度 协助服务业创新 以及培育人才 经济日报肖柏青台北报导